再看到花蓮市公所推出的大臣饮食文化活动 以老姜作方带领大家动手晒姜做姜茶米粉 也让参与的人尝到大臣传统的美食好滋味 而市长魏佳燕也到现场关心活动办理的状况 希望透过不同的角度 让大家来认识大臣社区的传统文化记忆 大炒锅里头放满各式好料 民众团团包围听着收客老师讲解制作过程 这是花蓮市公所今年推出的大臣饮食文化活动 以老姜作方带领大家动手晒姜做姜茶米粉 也让参与者品尝到大臣传统美食的好职位 其实我本身也是跟这边的人一样也是大臣人 那只是我们家是在高雄那边的村子 那我在很久以前就在台北工作了 然后后来是透过脸书上面的讯息 发现说原来花蓮这边的眷村有办这样子的活动 然后我想说赶快来参加一下 因为对我来说这个是我从小吃到它的食物 那它味道非常的非常的棒 那只是说因为我妈妈已经先离开了 所以我已经有很多年没有吃到这样的味道了 所以这一次就是透过这个机会我想来回味一下就是妈妈以前帮我做的这些料理 而市长回家宴也到场关心活动办理状况 希望透过不同角度来认识大臣社区的传统文化记忆 在我们大臣岛的这个部分其实在当年食物比较匮乏 那利用姜来制作非常多的食物 夏天晒姜冬天吃姜的这一个传统 那也希望说让这个传统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我们大臣当年的 我们不管是长辈们如何度过这样艰困的时刻 那刚刚也有看到我们很多外县市的大臣岛的一些居民都有回来 他们也说还蛮好玩的 因为在他们的外县市的这样大臣的一个村庄 没有这样的一个活动 未来也可以借此学习 然后回去告诉他们在那边的大臣的好朋友们 花莲市公所今年度办理的《行在好窝里》 将来还很久系列活动从5月份开跑 除了有三场文化走独大臣巷弄人物百态之外 还有三场的老江作坊大臣老江赛制与料理体验 希望让民众在走独活动中 其任在地人文风貌 也推广花莲市特殊的族群饮食文化 记者 徐立晴 花莲市报导